欧范范医生 与男人接触就全身僵硬 唐璐公司经理对男人有致命吸引力 铁铃乐队主唱有严重的幻想症 欧范范是一家体检中心的医生 她严肃呆板而且高度近视 只要和男人接触就立刻全身僵硬 但是她偏偏爱上了自己的舞蹈老师小高 欧范范沉浸在暗恋的甜蜜与苦涩中 小高却根本没有发现 小高离开舞蹈室寻求别的发展 俩人失联 唐璐是一家公司的经理 对男人有致命的吸引力 就连好姐妹的未婚夫 在看见她之后都变成了扑火飞蛾 虽然唐璐情场无敌 但是她认为智商比美貌更重要 她的毕生追求就是向别人证明 姐IQ很高 铁灵是一个小乐队的主唱 业余拳击手 从小就喜欢亚洲男星X 时间久了就得了幻想症 认为X是自己男友 看一天和空气对话 就连吃面都要给幻想男友多要义了 周围的人从没拆穿过她 直到粉丝小莫出现 小莫喜欢铁灵 想尽一切办法让铁灵清醒 但是铁灵认为小莫是个跟踪狂 所以代替自己的幻想男友 把小莫暴揍了一顿 我也看你会不会痛 那画面太美 我不敢看 欧范范想研究出一条 吸引异性的科学社会主义道理 经理多次失败后 终于提取出了一种 叫做费罗蒙的元素 欧范范把费罗蒙贴在身上 吸引不同种类的男人做试验 碰巧她与小刚再次相遇 踏破铁圈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欧范范当即立断 利用费罗蒙搞定了小刚 唐洛偶然得知 欧范范研发的费罗蒙 可以控制人对爱情的感觉 想与欧范范合作 占领爱情市场大赚一笔 机遇巧合费罗蒙和实验数据 却被小刚发现 小刚得知 自己是个实验品后 立刻暴走 与范范分手 与此同时 铁灵与真正的X相识 唐洛也遇见了有史以来 第一个对自己不感冒的男人 他陷入对这个男人的迷恋 无法自拔 没错 女人就是这么任性的生物 最终一次演唱会 把所有人聚到了一起 欧范范勇敢地再次找到小刚 寻找自己的真爱 唐洛也向爱的人表白 铁灵在无意中沾到费罗蒙 X因此喜欢上他 想带他一起走 小刚重新接受了欧范范 没有想到的是 欧范范这次仍然利用了费罗蒙 而唐禄发现在尊严和爱情面前 自己无法抉择 体灵得知X并不是真爱自己 停止了多年的幻想 回归现实 三个女人对爱情的三种态度 让我们看见三种爱情人生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订阅号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 是不可谐的 不可谐的 是不可谐的 要是不可谐的 本能让你追击